出卖抗日英雄,给日本人当狗祖孙三代卖国从事分裂活动,这样的苏贞昌家族发家史,令人发指,若苏贞昌不服朱,天理何在?苏贞昌有个女儿叫苏巧慧,她在大陆有诸多金主,通过苏巧慧这条线,长期向民进党输送政治现金,赚中国人的钱来撕裂中国,简直可以说是活着的卖国贼。 台独头目苏贞昌有多猖狂呢?她已经猖狂到打从心底认为,吃中国饭砸中国锅是一件在正常不过的事,她丝毫没有感到有何不妥,反而还觉得理直气壮理所当然,甚至以此为荣,四处吹嘘。 吴子佳就曾在采访时公开表示,在大陆至少有18家大型台企,长期向苏贞昌赴米示好,并输送所谓的政治现金。 他还表示其中给钱给的最多,给钱最积极。 生意做得最大的就是台远东以及台润泰。 得益于台远集团在中国大陆的庞大生意,以及台润泰在中国大陆有人卖关系资源。 苏贞昌大腿很粗,据公开披露的信息显示,仅台远100万元以上的公开政治现金就接近40笔,主要输送给了苏贞昌所在的民进党。 其他暗中的幕后资金利益输送情况,恐怕只会更加令人触目惊心。 在两岸关系稳定时,这些台企业政治现金,是台岛制度常态惯例唯有持续向台政客输送利益。 鉴于两岸目前的制度文化不同,所以长期以来大陆监管部门也没有对这些台商及台岛政客的利益往来,进行过多干涉。 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苏贞昌已经被明确列为台独分列势力,已经上了黑名单。 也就是说,过去台企给苏贞昌派系政治现金,还可以借口说是岛内惯例,但现在却不行了。 现在台企若再给苏贞昌派系政治现金,兴致就变了,变成而赤裸裸的支持台独。 再给钱的话,那可就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了。 昨天中国大陆执法部门已经同时展开联合行动,突击检查台远集团存在的违法违规问题。 面对已经查出的问题,台远集团公认不会,表态愿意接受处罚。 但事情才刚刚开始,对台远集团的联合调查大幕才刚刚拉起。 深受刺激的苏贞昌在外媒跳着脚大骂。 造谣说中国大陆为了发展军力,而不惜牺牲老百姓的福利, 导致中国老百姓冬天只能在路边捡树根烧火取暖。 苏贞昌的谣言在脸,书,推特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吸引了大量欧美网民对中国大陆现状的鄙视和谩骂。 苏贞昌是日杂台独,苏巧慧也是赤裸裸的嫉毒分子。 而苏家的罪恶却远不止于此。 苏家祖孙三代卖国贼。 从祖父一代就开始和清华日军杂交,向日军提供情报,出卖汤日救亡人士。 可谓罪行累累。 很多人可能都知道抗日英雄杨靖宇,最后是被叛徒出卖才牺牲了。 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台湾,曾经也有一名和杨靖宇一样的英雄林少猫。 和杨靖宇一样,林少猫也是因为叛徒的出卖才壮烈牺牲的。 日本侵台开始之后,因愤恨日本侵略军蹂躏践踏台湾的暴行。 台湾多地民众爆发了激烈的反抗斗争。 而林少猫就是令日本人非常头痛的抗日领袖之一。 林少猫原名苗生。 其家族是仅次于陈姓而居台湾时大姓之榜眼。 当年世代居住在台湾的林少猫家族。 经营着一家名为金厂美帝年米厂。 同时还支配着当地的鱼类和肉类市场。 是当地有名的名文旺族。 燎尔尽管富贵在身。 可是面对日军的侵略和招揽时。 他却没有选择充当日军的走狗。 而是写下了抗日旧王。 匹夫有责。 名外大甲。 一英手土的豪言壮语。 然后登高一呼。 率众投入了抗日旧王的斗争当中。 他战略性的指挥部队。 到地形更为复杂的台湾中南部展开游击战。 屡次为拒日保台立下战功。 1895年底。 台湾抗日战争日渐艰难。 由于日军实力呈现单方面的碾压态势。 且台湾也没有大陆那么庞大的战略纵深可以迂回。 所以拒日保台战争打得非常艰难。 反抗侵略的火种随时都有可能被彻底消灭。 然而正当绝望情绪开始笼罩的时候。 林少猫却凭借自己的天赋。 开始了一场惊险的反胜透作战。 他掩藏行迹,摆头换面前回老家。 表面经营里面凉油。 但实际上凭借多年经商锻炼出来的才能。 巧舌如黄送钱送米,巧妙地获得了日本宪兵的信任。 经常在一起喝酒应酬。 并通过这些应酬获得日军的关键情报。 然后传递给抗日保台组织。 于是在那一段时间里。 日军对拒日保台一军的清脚总是扑空。 而日军防御薄弱的弹库粮仓又总是被人成功偷袭。 搞得日军焦头烂额。 1896年6月。 日军制造了惨绝人寰的云林大屠杀。 身为中国人的林少猫怒,不可遏。 决定以牙还牙报复日军。 1896年9月。 距日保台义军悄然进驻林少猫大宅。 并伺机发动突然袭击了日军阿侯接宪兵屯所。 用汽油将其住所彻底焚毁。 战斗异常激烈。 击毙击伤日军数百人。 随后身份暴露的林少猫被推举为义军领袖。 率军在阿侯、凤山、潮州庄等地屡语重创敌军。 令日军文风丧胆。 1898年12月。 台湾著名的潮州之战。 在林少猫的指挥下打响第一枪。 当晚组织有序的义军成功攻入潮州城内。 日伟半无数大牢被火烧毁。 1899年5月。 日军派遣苏云梯等人进山劝降林少猫。 说是劝降时为又降。 苏云梯等人未能说服林少猫。 但林少猫却敏锐地发现这是一个将计就计的机会。 于是假意接受谈判。 但实际是用谈判为由暂停日军保甲连坐的围剿态势。 为抗日保台争取战略空间。 谈判期间。 林少猫在当地民众的簇拥下与日军面谈。 涉于群众的拥护气势。 日军在当日设下的鸿门宴上竟未敢动手。 之后日军想要找林少猫麻烦。 却始终找不到借口。 1900年3月突破口终于来了。 一名男子向日军送上了一系列关于林少猫的情报。 其中包括林少猫如何暗中联系抗日保台力量。 如何暗中囤积粮食和军火等物证。 这名男子名叫苏云英。 得到苏云英情报之后的日军设下了埋伏。 5月30日,日警无刻常约林少猫至大桥头见面。 并不知情的林少猫遭遇伏击并与日军进行了激战。 次日,日军在后壁林宝西门外发现林少猫遗体,经查验。 林少猫临死前身中舞弹。 手腕仍保持紧握状态。 可见在腰部被子弹贯穿之后,依然坚持战够了很长一段时间。 林少猫牺牲后,日军侵略台湾的步伐迅速加快。 作为出卖林少猫的苏云英和苏云梯,则受到了日军的封赏。 日军将屏东的银行经营权全权交给了苏云英家族。 同时积极推举其家族参政。 因此苏家在日剧时期飞黄腾达。 这个苏云英就是苏真昌的祖父。 苏云梯就是苏真昌的伯公。 台岛从此进入了暗无天日的日剧时期。 英雄枯骨无人计。 叛徒国贼金满仓。 自日剧时期以来,大批叛徒卖国贼。 为了进一步抱紧侵略者的大腿。 因此开展了一系列惊世骇俗的混血杂交计划。 既由自家男主出面取回小妾。 但仅有夫妻之名而无夫妻之实。 然后将这些小妾送上日军的床头。 即便日本撤离后。 这类情况也比比皆是。 比如民进党头目蔡英文的父亲。 就是亲手将自己兴取的小妾。 送给自己服务的日方顶头上司。 次年给日本人生下一女。 当时由日本人取名为蔡英文。 并从小接受日本教育。 后来为了方便其在台湾执政。 特意改名为蔡英文。 实际上蔡英文是日本侵略者所生后代这件事。 几乎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而苏真昌的父亲名叫苏启东。 是苏云英最小的儿子。 可以说是老来的子。 其血统同样成迷。 一言必知。 像蔡苏这样的买国世家。 其罪行已经深重到可以枪毙三代无冤魂的地步。 但是太炎凉。 现实是像林少猫那样的民族英雄。 早已成为枯骨一堆。 甚至连名字都很少有人听说更别提及的他的事迹。 而像苏真昌这样的恶徒世家。 却依然还在享受着。 源源不断的政治献金、名誉地位以及金钱财富。 试问。 若不诸苏真昌。 天理何在。 请不吝点赞订阅。